起床,上班,下班,開車回家,吃飯,洗澡,看不止劇集的劇集 浪費了一些不應該浪費的時間,吃了一些不應該吃的東西 上了孤獨的床,化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然後,然後當然沒有然後 曾經有一個人,叫我去幫他買可樂 然後我買了,他說是八士尼 我不明白,分別在哪裡 大家都是碳酸飲品,都是深啡色,都是無益 對於一個沒有美國的人,其實都是一樣 那次之後,我跟這個人分了手 我覺得我不了解他,他也不明白我 我記得有見過你,你好像曾經出現過 有一個男人,無意中我見過他很多次 然後,我很刻意去他去過的地方等他 結果,他沒有出現過 原來,當你很想認識一個人的時候 你很刻意去做某些事情 事情,永遠都會有為所願 那一晚我見到他,很意外地 他主動走過來跟我說話 你說這麼巧,我答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用一個這樣的開場吧 反正就是這麼巧 而他的回覆就像老朋友一樣 很熟悉,又很陌生 我開了一支威士忌 然後,我們就開始了這一場馬拉松式的對話 挪威的森林,阿非正傳,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生活的界限,世界各地最差的地方 以及80年代的威士忌 我們兩個就好像有語言飢渴 不停說,不停笑 每個人心裡都有隻鬼 名字叫做寂寞 當你一個人的時候 他就是你唯一的門女 你寂寞最怕的就是幸福 醫生說當你笑的時候 腦裡就會產生腦內啡 腦內啡就會產生幸福感 今晚我相信 我們兩個都很明白這個道理 我喜歡和人慶祝生日 不需要特定時間,特定的地點 反正,哪一天從來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時間 還有,日後我們會不會再見 其實我很明白他的意思 我問他,之後會不會再見 我答他 當兩個不識的人相遇 永遠都是第一晚最精彩 時間長了,說話就會變得軟絕 感情長了,就會變成責任 自從那晚,我就沒有再見過他 我相信每個人的人生都出現和過客 他們可能會留下某些東西 可能不會 但是如果每個人的心裡 都有一個酒櫃的話 我想他永遠都是那一瓶 我未喝完的威士忌 一瓶杯,哼唱的自己 話不需要多講這樣才是美 我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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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再見 你愛你